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海妹 我最难忘的春晚是在1998年 香港回归的第一年 然后中央电视台就邀请了我 来参加春节晚会 而且还演唱了《万水千山祖思青》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我记得当时我98年上春晚的时候 心情都很紧张 也是很开心 因为香港的一人被邀请过去春晚 也是很少的 因为当时是刚刚回归 然后我记得当年 排练的时候也很紧张 我也见到过很多资深的艺术家 在现场观看 所以当时我表演的时候 也是挺紧张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是刚刚拍完一部电影 然后我就是满头演了红色的头发 然后后来我知道要上春晚了 我马上就演回来了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 《万水千山总是情节》首歌呢 其实也是一个情怀 就是内地跟香港的一种联系 我觉得其实香港人有很多都是 常年在香港居住啊生活啊什么的 然后当时回归 然后我感觉到身边的朋友也是特别兴奋 特别高兴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 能够参加春晚这个这么盛大的一个庆祝晚会 之后呢 我记得我是基本是每一年我就都看春晚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小品 很地道的那种文化 在香港是没什么机会去接触到的 我是03年确定来到北京定居的 回香港过年的时候比较少 因为香港过年嘛 只能是政府在维多利亚赶放烟花 可是我在内地过春晚 我就可以自己买一些烟花来放 因为从小都没有放烟花的感觉 所以觉得很开心 而且感觉很喜庆 就很好玩 然后就一下朋友啊 大家就放烟花 然后一起吃年夜饭 包饺子啊 汤丸啊 也是各种好吃的年夜饭 这些我都会做 然后就一边大家吃的晚饭 然后看着春晚 从去年2020年全世界新冠疫情开始 大家呢都是就留在家里过年 我呢也响应政府的号召 然后留在北京过年 其实就算在家里过年 我也是非常有那个节日气氛的 我买了很多水仙花呀 过年的花呀 然后布置家里 我还买了很多布置 贴在家里 还有门口的对年 还用往近 对 然后其实这样子 也很有节日气氛的 还有一张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门绳 这里呢 这是有两句话 远离新冠有期盼 然后这个是 出门 别忘带口罩 现在我就去贴上这个门绳 门绳已经贴好了 接下来我想带大家 去北京看看长岸大街 北京的莲味 祝大家新春愉快 流年大吉 柴园广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